这就要问一下 Amanda老师了 为什么 大家所有人都说 水瓶座就是外星人 披着人皮 然后我们要怎么跟 水瓶座的另一半 相处比较好呢 对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 一个好浪漫的这种故事 怎么求婚 但是呢 这个同学居然说出 合约这两个字 真的有点很外星人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我们讲水瓶座的 这种星座特质 他们对很多事情是很好奇 而且他很重视 每一个人的独特性 我先替水瓶座洗白一下好了 很多人说水瓶座很叛逆 其实水瓶座的人 并不是真正的叛逆 或者是说他很喜欢革命 很多人讲水瓶座 都会有这种词汇 其实水瓶座的人应该讲 他对自己所相信的事情 他的想法是很坚持的 我不知道丽人跟从学相处 老师非常准 他们很相信自己的一个 这个想法很坚持 而且他不在乎社会怎么看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我认定的事情 我就要这样做 所以会让旁边其他人 会觉得你好叛逆 你怎么都不听大家的话 对啊 等一下就要问 你小七岁 你不觉得姐姐比你大七岁 你追求姐姐 那男生比你小七岁 你心里没有疙瘩吗 你们家父母有没有反对 等一下来问他 对 这个就是说 可是他自己只要认定 比方说我在19岁 看到丽人觉得这么美 他心中种下这个种子 他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怎么想 这是水瓶做一个特质 那有人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你是不是外星人 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种认知 那怎么跟水瓶相处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你要尊重他的独特性 因为水瓶他也会反之 尊重其他人的这种特色 独特性 也就是说你要给水瓶一些空间 你越信任他 越给他空间 水瓶会回馈你更多的爱 那可是如果你对水瓶是那种 一天到晚三不五时的查勤 你知道每两个小时 你在哪里呀 我刚传讯息你怎么没回呀 其实这样的行为 往往会把水瓶越推越远 他就会 对他会觉得说 情绪勒索啦 或者我爱你啊 你会不会爱我 就是说说你爱我 说说这种不行 对不行 他可能就是你烦不烦啊 然后就掉头就走了 所以说你给他一定程度的空间 信任 其实这是跟水瓶相处 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的 那什么星座的男生常给另外一半惊喜 对 人生我们都希望有惊喜 对不对 那我们看男生星盘的呢 太阳与爱情感情有关的金星火星 以及上升星座这几个部分来看看 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好不好 我们这是以男生为主 但是女生如果有上榜 也可以作为参考 首先第三名 如果这些行星 有落在狮子座的男生 我们说因为他就是有一种戏剧效果 很喜欢出其不意的表现 令人火星在狮子 其实我们说可以做一些观察 你知道狮子座这种星座特质就是 我不坐则已 一坐我一定要那种华丽登场的 一定要很有效果的 所以很多狮子座的男生 或者我们讲说这种伴侣 其实他跟这个另一半相处的时候 他就会在那种什么 很出其不意的时候 比方说你说生日一定要庆祝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他可能在某一天他自己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一百天 他就会那种可能准备一大树鲜花送给另一半 他也不会看另一半的场合 也许另一半可能正在忙于工作 我最近要东西要交 或者是可能 我有一个戏剧 我在被搞被的要命 要死要活的 狮子座就会这样捧出一大树鲜花 他觉得这样子才会有一种 这种很戏剧效果 你应该会被我打动 好就狮子座的一个特质 那第二名呢如果是落在双鱼座的男生 因为我们觉得 这种他们很喜欢制造一种浪漫的惊喜 从轩的金星火星都在双鱼 其实是有上榜的 对他怎么会去厕所求婚 这也是人家干得出来 可是你看因为我们不要忘记 他刚刚讲的水瓶嘛 所以那是他认知 他觉得其实这是一个 我有feel了 这就是一个很浪漫的行为 他觉得他有feel 对啊 对 就是说因为对双鱼来说 其实双鱼的这种特质强的话 其实他们内心是很感性的 而且他们真的很喜欢那种 就是我们两个的互动相处 是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有浪漫的这种故事发生的 所以可能跟双鱼的这种男生 他们就会那种什么 一样吧 可能今天这个突然 可能外面下了大雨 他都没有跟另一半约好 他就是自己什么 可能千里迢迢的 这个带着雨伞啦 然后就是去接另一半下班 那可能也许另一半 早就已经下雨了 我搭了小黄回家了 但是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种 你看雨中我去接你 多么的温情 多么的浪漫 他会营造这样子的氛围 对 他不是那种敲锣打鼓型的 不是不是不是 而且他们比较是 用一种情感打动的 这种特质的 第一名呢 真的会喜欢给另一半惊喜的 我们说是水瓶座的男生 但我们的特质就是 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 有时候只是一线之隔 是 好这真的是 好同学又上榜了 太阳在水瓶座 真的你其实跟水瓶座相处 我觉得丽人应该觉得还蛮刺激的 很像坐着云梢飞车吧 常常都是惊吓 对常常都是惊吓 因为前提真的是 水瓶他们自己是有心 我想要给你一个惊喜 我觉得这样一定很有趣 他们的出发点常常是觉得 我觉得这样很有趣 这样很好玩 所以我给你一个 这种惊喜的事情 可是对当事人而言 是不是惊喜 因为这是水瓶自己的认定 所以可能对他的另一半来说 你怎么给我一个惊吓 是这样子的 比方说可能像我有见过 水瓶座的男生 之前我们还可以出国的时候 他就是自己 在家里上网 看到那种 马尔地夫好浪漫 他就订了下一周的 这种机票饭店 他都订好了 然后就是晚上 也是在灯光美气氛家的情况下 跟另一半说我跟你讲 我给你一个惊喜 我觉得我们就一起出国去玩吧 他完全忘记另一半那时候 正在赶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专案 完全请不了假 你知道对水瓶来说 这是一个惊喜 可是对另一半 这是什么 你钱都花了 你到时候要退还是要改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惊吓 所以这是喜欢给另一半惊喜的 这种男生星座 但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苛责他们了 毕竟他们是有心在经营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可能互动会比较好 老师那你把标准降得太低了吧 真的 就是标准降到这边 毕竟他是有心的 对对对 OK 说丽人你跟老公其实认识很久了 但是你对他一直没感觉 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个朋友 就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 那那时候他就是跟那个朋友出来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会喝酒 他那一段时间不喝酒 所以他就是负责开车的人 我知道有一种人是 代价 对他就是很少 代价 所以就是那一天这样子认识 然后可是他年纪比我小很多 因为那时候我们更年轻 又比你小七岁 而且又很多年前 那他更小了 对不对 对那时候认识他才快三十吧 对所以就觉得好小 就没有完全没有在乎这个人 一点里面都想都没有想过 就没有想啊 就是我永远记得他就是长得就是很可爱 然后他就是那眼睛大大的 然后问说你做什么 然后其实我那天就很烦 一直在问 就是很烦地回忆一些问题 我想说你问题怎么这么多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说 他都问你 没有啊 他就只是想要就是认识 他说那就是你知道就什么都问 就是根本不重要的事情 他只是想要开话题 有一种男生是围着姐姐转 姐姐你在做什么啊 姐姐好漂亮啊 哇 姐姐你怎么要做这种人是不是 所以后来面对面认识之后后来都在脸书上有讯息 对我们就是那一次有留了脸书 留了脸书之后就是变成脸所谓的脸友 就只有在脸书上就是传个简讯 问候过年过节之类的生日啊 问候过年过节生日 对那平常都没有什么可以聊的了 我记得有一次是约去吃饭 然后吃了在他的那个工作的附近 找了一家那意大利面店 然后吃完两个人都很尴尬 没有什么话题 吃完就就那一次就结束了 就这真的就是跟他好像没有什么话聊那时候 同学那所以你一开始认识脸人的时候 这姐姐好漂亮哦 你就有感觉 其实我十九岁的时候 我在公馆的球鞋店打工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 哇就是怎么会有女生气质这么好 然后我就远远从对面看着他 你十九岁的时候在公馆的球鞋店打工 十九岁还是男生嘛 对大学生嘛 那我那时候刚入演艺圈不久 你就看到这个女生气质很不一样 对然后素颜然后又 然后就觉得好好看哦 然后就突然发现另外一个画面 他男朋友走过来 当时的那是谁啊 第一个男朋友吧 很久很久之前 然后我觉得算了再见 哦是哦 十九岁的男生就开始就发芽了 哦是是 所以你后来你就去大陆发展 然后回台湾你都没有 你跟丽人跟你都也没什么讯息来往 所以要不是他每年就是都会问候 我生日会问候 然后我就觉得要客气一下 也会回复他 然后就是他每次从内地 等一下这我真的很没感觉 中秋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 生日快乐 新年快乐 对然后他去那时候去内地的时候 他就在他去内地 我说哦去内地干嘛 他说哦就是看一些工作 然后后来就这样子了 然后回来 所以我回来了 我说欢迎回国 对对对 是哦 来来来 丽人说你觉得 从轩是水瓶座的男生 常让你有觉得摸不着头绪的行为 说 结果他最后竟然是在厕所里面给你求婚 是 在厕所 是 没有其实那天是因为 就是他的员工啊 就是当时私厨的员工 就说就因为他跟他老公结婚嘛 也有设计一个那个 类似那种婚约 合约书 他就说那你 这张给你 你看你要不要 看你要不要试试看 然后跟他求个婚什么 我说啊怎么求啊 我也不太懂 我也没求过婚第一次 嗯 对然后那天就有 其实有喝一点酒 我就想到一回家 我就把那个名字填一填 身份证字号 然后所有东西填一填 然后他刚好人就在厕所嘛 在家里厕所 对我就 我在放水 要泡澡要洗澡 对我就走进去 我就说 那个 你签一下 签一下 他说那什么 我说 就那个 结婚的合约书 你签一下嘛 我笔也拿过去 他说可是 我要洗澡耶 对我就很尴尬 哪有那么不浪漫的 我就 好算了 那我放在桌面上 你等一下 想签你再来签嘛 我就走掉 你会不会觉得说 刚认识不久 他是认真的吗 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才认识 才在一起三个月 然后我就会想说三个月 然后因为他一开始 就觉得我是女神 在你不认识一个人 你永远会觉得那人是女神 可是你跟那人交往之后 每一天都见面的话 就是会看到他早上起来 没有化妆 就很邋遢的样子 然后他的个性 你也会越来越清楚 我想说那时候 他应该还不是很清楚 我的个性 然后就是要冲婚头 所以我又觉得 他应该也是像他刚说 原来喝了一点小酒 然后那个人知道 情绪来了 就觉得好吧求个婚 其实我那时候听了 我没有 我有惊喜 我是很震惊 震惊是我在厕所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想到 我会被在厕所被求婚 真的 对 然后是一边放着水 然后在等水走进来 然后他是从口袋拿出 那个婚约书 人家婚约书都一整张 其实都不应该要折的 应该是这样 我这么想 然后他是从口袋拿出来 已经折成这样 就小小四方形 然后他再打开 然后说我要娶你 你签一下 这肯定是开玩笑的 对不对 所以就以为 你当时是认真的吗 你的心里是认真的吗 因为本来想说 让他开心一下 那就签一张纸 什么东西 就是让他开心 然后签一张纸 就是说到时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没想到你 没有没有开玩笑 没想到你认真的是不是 没有没有开玩笑 我就是想让他开心一下 我签那个东西 为什么会开心 你告诉我 因为那也算是正式合约 对吧 不是 通常人家求婚是给戒 给戒指 不是拿一张纸出来 然后这样折成 这样小小拿出来 再说我们结婚吧 那样子一点都不开心 我们又不是在签什么戏剧合约 或是工作合约 们 这些人都是在签讯化的 我们现在评论 吃个人 做 Γ�罗 算发生 本日